这两天富士康的事儿应该来说闹得家喻户晓了 只要关心这个中国时政的人 没有人可以忽略这一点 那么全国各地呢其实也有一些这个 对抗疫情期间封控的 专门现在冒出来一个词叫自助解封 有推倒隔离的这个难杆的 有甚至拉车直接把它撞开的 但富士康发生的不是这么回事 大家应该知道在富士康前段时间 有人深夜提筒跑路是吧 一下跑了几万人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荷兰当地的政府组织了党员 退伍军任 到富士康应聘赌上 普攻的这个缺口 现在应该来说 站出来的没有什么技术工人 就是所谓的普攻 而这些普攻的来率 还真不是那些老实巴交的外地来打工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新的变化 这一系列的变化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还会有几次高潮 我看到了有些人写的关于 奔着这个富士康贴出来的这个告示 甚至政府为他背书 是吧 干满30天给你多少钱 如果说要是 这个到期 不付的话 会不会还有 这样的行动呢 其实这些人他并不怕警察 他们一直在说我们没犯法 是吧 你见过 拿你的 对抗封控的这些人 真的拎起钢管 跟大白对的干的 有 是吧 个别的 拿菜刀的我都见过 但是这么多人 有吗 这是第一例 其实我看到很多感慨 是关于这个 这些人 仅仅是为了维权 中国政府一般把这种 抗争的人分成两个群体 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 一个是敌我矛盾 那么所谓的维权 实际上仅仅盯着钱 盯着待遇的 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能拿人民币解决的都不叫问题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在探讨这个问题 说这个富士康 美国之音把他提为 称为叫富士康暴动 是吧 就他们这些人 到底 有多大的价值 怎么样去支持他们 是不是应该支持他们 我看到过几个朋友发出的感慨 我只想说一点 任何一次 中国内部的抗争 都是有价值的 量变到质变 它会有一个临界点 没有人知道 它会出现在什么时刻 但是只要有这种抗争 就应该支持 每个人都是因为 自身利益受到伤害 才会去考虑到更多 到那个时候 他们需要同盟 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支持他们 那么今天 他们发出抗争的声音 如果大家不支持他们 那算什么呢 你非要让他从政治上 提出一种理念 然后你才把它视作同道吗 无论他们是基于恐惧 还是基于自身的利益 受到伤害 他们发出来的抗争的声音 事实上 跟基于公益 为了公众利益 呐喊的人 对整个社会的冲击 是一样的 应该来说 后世总结的时候 会把它无限地拔高 那今天 他展现给你的 就是基于自身利益受到伤害 所以他们勇敢地站出来维权 你不要管他是 来自于哪里 是吧 所谓英雄不问出身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你现在看到的 实际上是 街头运动的一部分 那么你说他对 这个政府不满 其实他针对的是 企业和基层的 这些官员 他们具体的做法 伤害了工人的利益 他们没有什么理论 他们只是告诉你 我们的利益受到伤害 我们就要站出来维权 而大家也应该知道 事后他一定会秋后算账 现在很尴尬 因为富士康不是一个 这个普通的中国企业 他是台湾在 中国的这个 为苹果代工的 主要的生产厂 有传言 说这个苹果十四 订货期将延长 而且产量也会降低 原因就在 富士康设在 郑州的这个厂 出了问题 都提到暴动这个级别 所以当地政府 即便 再试图去解决 也很困难 事实上已经造成了伤害 他已经出现在 其他国家的新闻中了 因为他 紧紧捏着 苹果十四的 产量 所以很多人 原先不是很关心政治的 是吧 紧紧对科技 对新产品 比较 崇拜的这些人 也被迫要搞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这就是个进步 就像有许多人 基于自身的利益 被迫 要混入某一个圈子 但事实上 他们为 推广 中国事实上被迫害的 这些群体 发出了声音 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人 足够多的平台 不断的说 一件事能说几十年 所以事实上 对整个世界 了解中国 以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 是有帮助的 那么今天 我们不应该 再藐视 正在郑州 发生的这些事 其实当地政府 已经非常紧张了 他们已经采取了 对整个城市的 风控行为 目的是什么 怕他们 影响到更多的群体 因为这帮人 正在生产的手机 是迈向全球的 美国人在后面 其实很担心 是吧 科技公司担心的是 产品的产量 质量 能不能交货 所有的 这条产业链上的人 其实都在关注他 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工人自发的维权 现在大家给他赋予的定义 色彩越来越多 他们能不能承受 这样的附加值 其实没有人知道 但最终有一点 是一定的 因为他们的抗争 让更多的人知道了 在今天的中国 工人的权利 受到伤害以后 不是每个人 都拎个包 提个桶 回家的 有很多人 因为自身的权利 受到了伤害 他们直接站出来 挑明了告诉你 不行 原先人们 印象中的国人 都是非常怯弱的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不一样的 那么一群 有些人把他们理解为 叫 地痞 春霸 实际上也正是 郑州当地政府 为了赌上 劳动力的缺口 临时 增级的这帮人 就他们能 感动的 能召唤起来的 这帮人 恰恰 掀了桌的 你能说 这不是好事吗 富士康 从我们关注他 夜里面 工人提筒 跑路 到今天 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按照政府和 富士康 招工所提供的 这些信息 包括未来的奖励 一个一个节点来推算 到12月份 还会出现高潮 我相信 因为这次事件 而导致 被国际更多的关注 这是一次突破 我们都知道 基于经济问题 而导致的 维权行动 即便再大 政府也不是很担心 但它恰恰有一个好处 它让更多的人 了解到了 中国正在发生的事 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大家应该把 目光 更多的聚焦在他们身上 看看今后 还会发生一些什么 我们不知道 中国社会 巨变的转折点 在哪 但无疑 这是近期 人们 关注 比较集中的 一个事件 而且它有可能 还会持续下去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